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 預計七月一號上路 預售物將會禁止換約轉售 不過由於政府設立日出條款 反而似乎讓部分的投資客 大舉進場掃貨 在南部還有花東地區 都出現類似的狀況 就業者認為 政府不訴及既往的政策 根本是開後門 讓投資客進場掃貨 反而是失去打炒房的用意 房仲專家是認為說 平均地權條例上路之後 未來預售期間會拉長 在豪宅的高端市場 則會亮縮 再過不到一個月 平均地權條例就要上路指示 由於這項政策 禁止預售物換約轉售 目前預售市場 已經明顯亮縮 專家認為 未來房市可能出現 兩大改變 整個預售的一個銷售時間 會拉得非常長 有可能從預售一路賣到城屋 所以會考驗這種開發商 他對於產品的規劃能力 高端市場在七月一號 以後市場上買計 跟七月一號之前 可能會呈現一個 截然不同的一個狀況 不過就在預售市場 看起來即將進入冰河時期 行政運用設立日出條款 也就是在正式實施日期前 買的預售物 不受到禁止換約的限制 舊房中業者觀察到 近期在南部或是滑東地區 都出現投資客搶搭末班車 大舉進場買預售物的現象 這也引起業者通批 政府打炒房是打假球 為了打擊布什房價炒作 台南市政府從二零二一年七月 實施實加登陸二點零新智商路以來 查到預售物申報 諮詢不實就有八十一件 其次是預售物逾期申報五十六件 總計裁罰一百八十四件 裁罰金額多達五百三十二萬多 平均地權條例即將上路 房市交易量持續萎縮 儘管渴望帶動價格修正 但跌幅小 民眾實際感受恐怕不大 記者議員此令之間 談判報道